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你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去说服用户继续看完你的视频。 5.注意视频在无声状态下的信息传达力目前,关于IGTV用户的观看习惯的信息较少。 但有数据表明,Facebook上85%的移动视频内容是在静音状态下被播放的。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大多数IGTV视频也将受到同样的待遇。 此时,字幕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功能。 以下推荐一些免费或优惠的字幕制造软件。 ClipoMatic 4.99美元,仅适用于iOS。 使用语音识别功能,将字幕自动添加到手机视频中。 LinShot,去除水印的费用为2.99美元。 免费的视频编辑APP,免许你添加字幕。 你还可以在APP内购买贴纸和滤镜等其他功能。 CAPWIN 500,MB,以下文件免费使用。 免费创建无水印的视频。 GIF和图片,HAPPYScribe,每小时12欧元。 一种转录服务,具有灵活的极附、极用结构。 可自动翻译120多种语言。 衡量IGTV表现的一些指标。 IGTV内置许多线程的分析工具。 可以为你提供用于评估视频内容表现的数据指标。 并从总体上为你提供一个用户行为见解。 以帮助你进一步优化IGTV、图源、Shopify、In这些指标分别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1.观看次数。 Views观看次数,为看过你帖子的用户数量同一用户多次浏览算作一次。 一次合格的观看次数,为在帖子上停留时间超过3秒的用户。 表明,如果你的Instagram账户有很多粉丝,但IGTV的播放量不高, 则意味着你的用户没有从Instagram进入到IGTV如果你的粉丝很少, 但是播放量很高,则意味着你的内容覆盖范围较广, 显示在了其他用户的Feed中, 但是他们没有关注你如果你的粉丝量和播放量成正比, 那么意味着你正在培养非常有价值的受众2. 2.参与度。 Engagement参与度是指你帖子收到的点赞和评论的总数, 表明,参与度较高,意味着你的视频能够很好地抓住受众的眼球, 并且比较符合受众的口味。 你可以考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西粉上, 参与度较低,意味着你的视频没有引起足够多用户的关注, 但如果你的播放量较高却没有获得很多的点赞或评论, 你可能需要着重完善内容质量。 3.受众保留率。 Audience retention完整观看视频的用户的占比。 表明,较高的受众保留率意味着你的内容吸引力非常强, 你目前应该集中精力在如何提高播放量上较低的受众保留率, 可能意味着你的视频太长。 与用户预期不符,或者内容阀位4. 受众保留率图表,再收集受众保留率数据。 以图表的形式,直观地告诉你大多数用户在视频的几分几秒关闭了视频。 表明,如果较多用户过早关闭视频, 则可能表明他们认为你的视频封面具有误导性。 如果大多数用户在视频结尾前关闭视频, 那么你可能需要测试, 如果改用较短的视频用户能否坚持到播放结束。 如果较多用户在视频中的某个位置关闭视频, 则表明该视频中的某些内容引起不适, 或者你要排查是否出现了播放bug,图员, Shotify, 便小杰IGTV的风行, 其实把更多的机会给到了较小的品牌。 这些品牌可以在尚未出现意见领袖前抢个先机, 在平台上培养固定的受众群体和忠实客户。 品牌可以充分发挥创意和优势, 率先分时这个较新的营销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